3月28号,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南博澳出席博澳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,并发表题为《携手应对挑战,实现共同发展的主持演讲》,来自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库学者参加。 李克强表示,博澳亚洲论坛自成立以来聚焦亚洲,放眼世界,已成为在亚洲乃至世界有影响的高层次对话平台。 去年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年会发表主持演讲,今年年会主题是《共同命运,共同行动,共同发展》,期待会议凝聚各方共识,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 李克强表示,当前国际情势正发生复杂深刻变化,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共同挑战,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,各方应共同抓住机遇,迎接挑战,寻求互利合作的双赢,多赢之道, 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,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,携手实现共同发展,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,推动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。 李克强指出,亚洲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,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,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,亚洲各国要同桌共济,携手实现共同发展。 李克强强调,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,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打造法制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,我们将抓紧制定相关批套法规,确保年底前完成。 明年1月1日,与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,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,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,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。 我们将继续扩大金融业,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,我们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,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,切实维护外商合法权益。 我们将保持港澳台投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,一如既往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发展,我们还将加快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,今年要明显降低通关成本,提高通关效率。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,指出,今年以来,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出现一些积极变化,市场预期得到明显改善,同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,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。 我们将保持战略定力,不会实施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政策,不会走铺摊子粗放增长的老路,将强化政策落实,坚定不移,依靠改革开放创新,兑现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,激发市场主体活力,增强内生发展动力,顶住下行压力,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,使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稳定发展。 开幕式上,包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致欢迎词,老国总理通伦,韩国总理李洛渊,卢森堡首相贝泰尔,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勒苏斯以及工商界代表先后致辞,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杰出席开幕式。